7月18日,董璇发布了一篇长微博,这也是他在被证实离婚后的首次发生。 文中只字未提前夫,反倒自诉,希望能有个能照顾好孩子,又能让妈妈们彻底解放的地方。 原来是他和友人合资的亲子餐厅,最近将正式开幕。 董璇最近出席活动,穿着一件开刹短裙的他,露出了如释重负的惨烂笑容,令粉丝放心不少。 今天中午他更难得发文宣传和朋友合开的亲子餐厅,对此网友们纷纷表示,恭喜玄姐新店开业,支持姐姐的选择,因为你值得拥有更好的。 非凡娱乐时时报道。